张老师,我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想问你 就是普京2月18日签署了一个命令 他承认了乌克兰两州 多尼茨克和鲁干茨克州的独立权 还允许了他们免签给了俄罗斯 就是实际上他完全承认了这个两州给独立 那特朗普关于这方面还没有发推特 下一条推特怎么评价这件事 这个事呢也是这样 这个事就是18号那天早上 我正好起床以后我就看新闻 我一下就看到这 我马上就发了一推特 关于这个 我马上就发了一篇 发了一篇呢就是 我知道原来呢 这个这两个州啊 和俄罗斯之间的边境 基本上是形同虚设 形同虚设 他们也讲俄语的 这边美国 这边俄罗斯 他们是形同虚设 但是俄罗斯总统从来没有正式公开过 就是你顿尼斯克 罗干斯克 你老百姓可以拿个人身份证 你的学生证 你的驾驶证 你所有的证件 你工程师证 什么教师证 你可以到俄罗斯来完全承认 说我没有 我是未成年人 那你出生证也行 那这样的话 如果天长日久 一年两年三年四年 那就身份认同感了 这就比较麻烦 就是为什么普京在18号会出这样一个东西 因为这个时候呢 正好是那边是 这个木安会 就在德国 在德国召开一个安全会议 然后呢 普京用这个事物来测试 测试特朗普 说是我在乌克兰方向出这一张牌 看你是怎么样反应 是咱们是密约关系呢 还是下一步又重新走向冷战呢 还是白白了呢 这是来测试 到现在美国 他一时半会反应不过了 他在学习过程当中 他说我为什么一时反应过来 我一辈子都做这个了 我说这是大事 这还得了 克里米亚是不是第二个克里米亚要重演 我马上意识到这个问题 这个美国 美国一直就没有反应 没有反应以后呢 这个21号 21号 你看18号到21号 美国没反应 这个普京又来第二个事 你还没注意到 21号又来第二个事 他说我发现这个 这个乌克兰东部有恐怖分子 现在我正在查 这恐怖分子是怎么回事 这就麻烦了 他把一些个跟 这个对尼斯克 卢干斯克对抗的这些人 把他定位为恐怖分子 这心机又在测试美国 如果他先定位为这个恐怖分子 下一步就是 开始反恐了 炸链轰炸鸡啊 什么导弹 你开始反恐了 这就坏了 这两周会不会假说老四吗 这就坏了 这就坏了 所以说 他现在美俄之间还在较励 但是现在就是 他碰到一个不太对称的对手 美国 他干啥 那边都不知道 就是 就是等于 拿个玫瑰花来 对方又不知道 你为什么跟我拿玫瑰花 说今儿情人姐 情人姐干什么的 碰到一个这个 就是你真是麻烦了 就是好坏都不知道 美国现在 就他缺乏 因为他的内阁还没有建权 由于节目时长有限 局作讲解的诸多精彩内容 无法在片中一一呈现 我们会将其余精彩段落收集起来 添加到军武大本营 微信公众号的扩展视频板块中 本期扩展视频 局作分析了安倍三进攻 访问美国的核心原因 还解读了特朗普 拿传统盟友开刀 怒对欧盟的新趋势 关注军武大本营微信公众号 点击下方的扩展视频按钮 就可以看到这些节目中 没有的独家内容了